這部分的話我們快速的再做一個Review一下 因為這部分的話如果你不夠熟的話說真的 你光要把那個V2的 這個地圖光看到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你們當然第一步要能夠看到 有沒有 那光看到這件事情你看到之後你可以把它當一個範本 就暫時把它存起來以後的話你就用那個範本去修改 那第一個要能夠顯示地圖 第二個要知道Location 那Location有沒有我們知道Location之後就可以把自己 透過GPS 把你的地標 顯示在那個什麼的顯示在Google map上面的中間的位置 然後再去設定縮放 再去設定地圖 可是最後的話你還需要打個地標 不然的話它會變成一個圓圈圈 一閃一閃的有沒有 那樣子的話感覺有點怪怪的 所以呢最後我們要怎麼樣可以打個地標 所以打個地標之後的話呢 你還可以打多個地標 不只一個啦 你可以給他多個地標 讓他去Marker 去打上去 那另外呢在這個Marker上面你也可以做互動 當使用者點了這個Marker之後的話 你也可以 去做後續的處理 看你是要去 嗯 跳到某一個 某個頁面 裡面顯示那個地標上面 比如說一家餐廳好了 那點擊之後他 User一定是希望看到什麼 可能裡面有沒有 可能是 裡面到底賣什麼吧 對不對 然後 是不是說 Menu啦 價格啦 有沒有 有沒有折扣啦 或者說有沒有什麼特色之類的 輸入水 或者是外觀 或者feel怎麼樣 氣氛怎麼樣 對不對 最後的話有沒有 辦法直接 線上order 對不對 如果可以線上order的話 那個更好 所以前一陣子有一些team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 O2O的 概念就是說他們用App的方法把人帶過去 然後跟這個業者談 就是說我怎麼去 等於有點像仲介 我再抽 這個費用 實際上這樣的一個team 好幾個小公司 其實他也有因為這樣的獲利 那當然 最早是用餐廳啦 你說實際住行各個都是需要 因為現在很多電子商務很多人 會去瀏覽但是不會去消費 所以你要怎麼樣把那些 看了之後不消費的人把他帶過來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商機 而且現在那個 最近 上個月吧 那個金管會通過那個小額付款 就是直接可以手機付款 那這個更 更是加深了這一塊市場 的這個 一個很很大的 等於是 全年台灣的那個電子商務 這個 消費金額大概在 4000億左右 如果以這樣子推算的話 恐怕 會倍增一倍 好所以這中間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你有沒有辦法寫個app 把人家導到 那個 比如說 吃 餐廳嘛 吃的 小吃也可以啦 或者是 輸入池 一一的話 就賣穿的 賣漂亮 那這對女生來說 對著 因為像早期 五分譜還有點 生意 現在好像生意變差 為什麼 因為以前是有便宜 可是現在便宜便宜 不過淘寶網 對不對 所以 沒辦法 所以只好 那 11住嘛 住的話更多 那房仲啦 你賣房子 租房子什麼 只要跟住有關 或者是像很流行的 像 那個Google